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这个无痛分娩可能很多孕妇就理解成就是腰上扎着一针 但是呢可能对于我们医护人员就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在打麻醉之前要开放经脉 这个针呢还是比较粗的 因为呢要保证液体一个充足的入量 因为我们打完麻醉以后呢 我们不太鼓励孕妇吃饭了 那就是和我们传统的观念还是有一些不同 那就是说我们吃不上饭也没有劲儿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会给她补液 补糖啊也补盐水 然后我们可以让孕妇来喝水 喝一些透明的饮料 比如说果汁 但是呢我们主张呢 每个小时不要超过230毫升 也就是咱们一个咱们一个一拉罐呢 大概也大概330毫升 就是但是我们让孕妇呢 尽量每个小时不要摄入太多的这个水 那担心呢可能会影响她的一些消化 还有呢就是鼓励孕妇定时解小便 每两个小时 不管你有没有这种尿意 最好呢还是要排空一下小便 这样呢不会影响一个抬头的下降 那在麻醉的过程中 一定要听从麻醉医生的指挥 要尽量的保持安静 这样尽量避免损伤 如果有公缩我控制不住 一定要通知医生 那医生就会停下来操作 来等你这个公缩过去 再有呢就是麻醉之后呢 我们主张呢就是左斜位 我们呢会在一侧腰下垫上一个枕头 这样呢就基本上维持一个斜位30度 减少一个增大的子宫 对我们腹腔打血管的压迫 再有呢孕妇在床上 我们鼓励她来回翻身 不要长时间的一侧窝位 这样避免呢下肢 静脉可能有一些血栓形成 我们目前现阶段的分娩真痛呢 还是可以行走的 她对运动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孕妇行走的时候 需要有人陪伴或者搀扶的 避免她有出现意外情况的摔倒 有时候她可能会感觉一侧下肢 突然没有什么力气 那有摔倒的这种风险 那我们都是需要旁边有人来搀扶的 这样的血栓形成 这样的血栓形成 但是看来我们下肢 我们下肢是吸引上水的 我们下肢的带能力啊 就这种日子